唐朝长安城的皇宫里 一座小小的阁楼里面沉淀了什么 为什么能浓缩唐朝三百余年的历史 为什么它承载了中国历史上的英雄梦 敬请关注大唐英雄传誌 非同寻常 林烟阁 林烟阁原本是唐代皇宫内一个不起眼的小楼 珍贯十七年二月 一经年迈的唐太宗 命人在林烟阁内描绘了二十四位功臣的图像 这二十四位功臣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大唐名臣 如长孙无忌 玉池敬阁 程鸟金 秦书宝 房玄陵等他 在为功臣画像的时候 这些功臣有的已经去世 健在的也都不在年轻了 唐太宗此时也一年迈英雄耻目 追向当年金阁铁马 企图万里如乌虎的战争岁月 激情澎湃之余 他命人将那些老部下的形象 汇入林烟阁 用以标榜公印 所以林烟阁在后世 也就成了建功立业的代名词 唐太宗之后 拥有四位皇帝 继续将功臣填补到林烟阁中 形成了唐代功臣 在不同年代分批进入林烟阁的现象 这些人物具有代表性的 由平叛安史之乱的郭子仪 离光碧长 林烟阁为功臣画像的历史 断断续续延续了三百多年 贯穿了整个唐朝的历史 前前后后一共有一百多人登上林烟阁 可以说在林烟阁里 大唐名将如云 大唐名臣如雨 但是到了唐朝中后期 有权势的宦官 如于朝恩等人 也得以录录林烟阁 这是唐朝衰落的标志 一座林烟阁 他见证了大唐开国 玄武门事变 安史之乱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 浓缩了唐朝 从辉煌灿烂 到盛机而衰的全过程 唐朝三百余年的历史 只是悠长岁月的弹指一徽 但恢弘万千的大唐气象 总是令后人浮想联翩 而林烟阁里陆路的 功臣和英雄们 则更是令后人激情荡漾 每个人都有他的英雄们 而每一个英雄 也都有他心目中的林烟阁 而我们这个系列 就是从林烟阁入手 展开一股大唐功臣的英雄寻相 即使他们命运的跌宕起伏 那么我们首先就要了解一下 唐太宗为什么在贞冠十七年 自己当皇帝已经十几年后 才开始在林烟阁里为功臣画像呢 在唐太宗的内心深处 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情节呢 山西师范大学于庚哲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大唐英雄传志 非同寻常 林烟阁 林烟阁是一座建筑 它是唐代长安城太极宫里边的一座阁楼 您想嘛 阁嘛 高龙 贞冠十七年二月份 唐太宗下令 把二十四位功臣 图影画形 然后把画像挂在了林烟阁当中 这个林烟阁表彰功臣的制度 就是从唐太宗手里这样创建起来的 现在咱们一说林烟阁 很多朋友都会说 我知道林烟阁二十四功臣 实际上还真不止二十四位 怎么回事呢 从唐太宗以后 唐代又有几位皇帝 陆续把他那个年代的功臣 也图影画形挂到了林烟阁当中去 这其中包括有唐代宗 唐德宗 唐宣宗 唐昭宗 等等 最终进入林烟阁的功臣 多达百位以上 而时间则贯穿了从初唐到中唐 再到晚唐三百年的历史 咱们这么说了 林烟阁 他是个窗口 在这个窗口里头 您能看见英雄 您也能看见狗熊 您能够看见圣日的辉煌 您也能够看见末日的无奈 唐代诗人李赫 有一首诗叫做南原十三首 在这里边 他曾经有这样四句诗来描述林烟阁 男儿何不带乌钩 收取观山五十周 请君赞上林烟阁 若葛书生万红红 这四句诗可以说气势磅礴 千古明智 体现了李赫的胸怀抱负 同时也彰显出林烟阁纪念功臣的伟大意义 图画林烟阁的首要目的当然是为了表彰功臣 这也是历史的共识 但是除此以外 我认为每一位皇帝图画林烟阁的时候 都有他自己的用意在里面 值得我们深思 既然唐太宗是创建林烟阁制度的皇帝 他是第一个 所以我们这一讲里头 有必要把它作为一个重点来加以分析 旧堂书的《长孙无忌传》里边 记载了进入林烟阁的二十四位功臣的名单 这二十四个人当中包括有 你比方说 长孙无忌 王玄陵 杜如慧 魏征 玉池靖德 秦琼 程鸟金 等等一大批人物 在童书当中 还记载有唐太宗发布的图画功臣像于林烟阁招 在这个招书里头 唐太宗把二十四位功臣做了一个类型的划分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种 绸缪为杖 金伦霸徒 绸缪是什么意思 绸缪就是做准备的意思 咱们现在经常不是说一句成语叫做未雨绸缪吗 对吧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天还没有下雨 鸟儿就知道修缮自己的鸟巢 隐身的意思就是预先做准备 准备什么 后面说了 霸图 霸图就是霸业 换句话说就是太原举兵吗 对不对 建立唐朝吗 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第二种 学宗荆棘 德范光茂 意思是学识水平高 道德高尚 刚才李赫说 若个书生万户侯 意思是说你见哪个书生能够是万户侯进入林阎阁的 这话说的有点太绝对了 这里边还真且有几个文化水平相当高的 比方说长孙无忌 比方说王玄陵 杜如慧 魏征等等 我估计可能指的是这些人 第三种 竭力义齐 伪治藩底 什么意思呢 指的是当年在秦王府时候 跟随着太宗皇帝的那些人 大家要知道 李世民在没有当太子 没有当皇帝之前 他是秦王啊 这些人当中有好多是秦王府跟着他的那些人 老部下就是这个意思 第四种 受圣庙堂辟土方面 也就是说太宗上台继位以后 听命于太宗 然后呢 这个出去打仗 开疆拓土的这些人 圣是什么意思 圣指的是祭祀用的肉 古代出师之前呢 都要在庙堂之上 要举行这个祭祀 祭祀完了用的那个肉啊 那不能随便扔掉了 这个肉要分给参加祭祀的那些人 隐身的意思就是说 在庙堂上接受太宗的指派 然后去开疆拓土的那些人 那么为什么要图像林烟阁 我分析原因有如下几个 第一个原因 那就是表彰功臣 讲业后进 庞太宗这个人当皇帝当了二十多年 太宗这个人有个特点 就是时刻都不忘记发掘人才 使用人才 他对人才工作格外的重视 那么图画林烟阁 其中有一个目的 就是为了给年轻人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 在刚才提到的那个图画功臣像于林烟阁招里边 庞太宗说过这么一番话 恕念功之怀 无懈于前载 金贤之义 勇宜于后坤 我希望我们图画林烟阁这个举动 让我们表彰贤能之士的这个用意 不输给前人 与此同时 我们也给后来的年轻人树立一个良好的 就是这么的意思 把自己的用意已经说得是很明白了 那么图画林烟阁第二层用意 我认为是缅怀激情岁月 为什么在贞观十七年这个时候来搞这个林烟阁呢 在我看来可能跟一个人的死有关 谁的死呢 魏征 魏征在贞观十七年 正月去世了 那么二月份 庞太宗就提出来 要图画林烟阁 从这个时间上我们来看 很有可能 是魏征之死的刺激 使得太宗感慨 自己原来的这批老臣们 已经逐渐的老去了 当时二十四位功臣当中已经有十个人去世了 就是太宗本人也逐渐老了 大家要知道此时距离太宗去世已经不足七年的时间了 因此太宗想起自己当年叱咤风云 气吞万里如虎的这群谋臣猛将们已经逐渐凋零 还是做一件事情 纪念一下他们吧 人老了 就爱回忆过去 我想太宗可能也不能免俗 图画林烟阁的第三个原因 宣传政权合法性 请注意 刚才的那个招书里头 四种类型当中 唐太宗始终是把建国放在首位的 那么建国就指的是泰然举兵啊 这是太宗刻意要传递给大家的一个信息 那么您说他这个工作做的成功不成功 要我说他做的相当成功 后世的唐人普遍接受了一种观念 就是林烟阁二十四功臣就是建国功臣 比方说唐代天保年间 有一个人叫钱启 他写了一首赋 这首赋的名字叫做 图画功臣赋 在这里边钱启是这样说的 先帝之隔随也 应归运而大一举 祸人人而红业吉 几乎技乏路工日不侠几 保日不足于欠赏 故毛土是封 终顶富足以昭宣 故图赞是吉 传绝项于惠世 壮重台于天意 意思是说 哎呀 林烟阁二十四功臣不得了啊 他们都是当年 隔随朝的命 建立大唐朝的功臣 他们的功劳大到何等地步呢 一般的奖赏都不足以表彰他们的功勋 所以必须得用图画林烟阁这种特殊的方式来进行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唐太宗在林烟阁里为功臣华下 除了标榜功臣们在大唐开国过程中建立的工业 唐太宗还有什么目的呢 进行国境大唐英雄转之 非同寻常林烟阁 唐太宗时期能够登上林烟阁的人 很多都是唐朝的建国功臣 但是唐太宗为这些人画影图形 把他们的图像画到了 却不是在唐朝建国之初 也不是在自己当皇帝之初 而是在自己当皇帝十几年以后 功臣们有的去世了 有的老了 唐太宗自己也已经是英雄始末 那么唐太宗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 大张其虎的表彰功臣 为他们画像林烟阁呢 咱们分析一下这个时间点的选择 您就可以看出来 为什么在贞观十七年二月份 搞这个林烟阁 除了咱们前面提到的 未争之死的刺激之外 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 我认为有 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 因为这一年这个时候 这个二月份 唐朝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什么关键的时刻呢 又一次面临太子之位的争夺 当时唐太宗手下 太子李成前 魏王李太等人 都在暗自的勾结自己的力量 然后思绪武装 双方要展开一场 你死我活的斗争 而这一幕 与十八年前 玄武门事变那一幕 何其相似 都是那种 黑云亚成成玉催的那种感觉呀 这一年 对于唐太宗来说 他特别是要宣扬的 是自己政权的合法性 因为他特别忌讳的一点是 目前的太子位之争 会不会让天下的人 都产生一个不好的联想 什么不好的联想呢 就是把他这个事 把现在这个太子位之争 跟当年的玄武门事变 给联系起来 现在的形势 的确跟那时候有相似的一点 比方说太子李成前 李成前这个家伙呀 早早的就被确立为太子 早年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但是越到后面越糟糕 他这个人身上毛病非常的多 我们概括起来 主要有三方面的毛病 第一个缺点 痴迷突厥文化 请注意我用的是痴迷 要一般爱好也就罢了 他到了痴迷的地步 怎么个痴迷法呢 一 识 助 行 没有不模仿突厥人的 而且很荒唐 你比方说放着好好的大殿 他不住 他在大殿里边搭帐篷 这不脑子进水吗 对吧 还有一度 他模仿死去的突厥可汗 自己躺在那挺尸 让自己的部下骑着马 绕着他一圈 按照突厥的藏俗来哀悼他 甚至于用刀划自己的脸 要划出血来 这是突厥的风俗 亲人死了以后 用刀划自己的脸 要流出血来 以示哀悼 你说这像话不像话 对不对 他还有一番话 这番话让太宗听见了之后 也是深恶痛觉 他曾经这样说 什么意思呢 等我有了天下 就是等他当了皇帝以后 他要带领数万骑兵到金城 然后解开自己的发肌 投靠到李斯摩手下 当一个射 李斯摩 什么人 李斯摩是突厥族的首领 当时已经投降唐朝 你一个中原的皇帝 放着皇帝不好好 当你跑到人家突厥人手下 当个射 射是突厥的一个官名 你说你荒唐不荒唐 对不对 第二一点 聚见 大家要知道 唐太宗一生 以善于纳见而著称 可是我们这位太子 反其道而行之 他最不爱听别人给他提意见 他的第三个问题 有足迹 他腿脚有病 得了这个病之后 给他的前途蒙上了一层阴影 为什么呢 古人是迷信的 古人认为身有残疾的人当皇帝 这是个不祥之兆 所以 他这一系列的毛病 使得有一个人 对太子之位产生了觊觎之心 谁呢 就是魏王李太 李太这个人呢 怎么说呢 整个一文艺青年 人家走的是文艺路线 一身的文艺法 爱读书 爱结交文人 还爱编书 编了一本书叫做扩地制 你还别说那书还写得真好 我看过 这个 他爱编书 太宗非常喜欢 于是给了他很多很多的优待 此时的魏王李太 颇有点玄武门事变之前 太宗的那个角色的意味 他有能力 有范儿 然后呢 又有功劳 而我们这位太子李承前呢 就有点当年太子李建成那个感觉了 一身的毛病 完了呢 自己的功勋 又顺于自己的弟弟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魏王太难免有想法啊 旧堂书 说他前有夺嫡之意 要夺嫡 于是他在底下 笼络了一大批朝臣 要给自己登上太子位 创造朝建 我们太子李承前也不是傻子啊 承前能看出这一点 承前针锋相对 他也搞了一大批人 要来帮助他 双方 就在朝臣 就在朝臣当中展开了一场争夺战 而且太子李承前 到最后 还曾经使出过政治斗争当中 最下三滥 最无奈的一招 什么呢 刺杀 刺杀没有成功 不过这个事情是满朝文武都看出来 这玩意不得了 这个太子位置之争啊 早晚得引发一场大冲突 所以 就在图画林烟阁半年以前 也就是贞观十六年的八月份 大臣楚隋良就曾经在唐太宗的面前说过这样的一番话 他说 今四方无欲 为太子诸王亦有定分最急 意思是说 现在天下总的来说是很安定的 只有一件事最着急 迫在眉睫 就是太子之位 您需要早日决定太子以及诸位皇子的名分 这番话说了之后 太宗的反应非常的特别 为什么呢 因为太宗一生以纳贱而著称 是一个闻过则喜的人 对不对 看见别人给他上贱言 他是蛮高兴的 但是这个不一样 楚隋良说完这番话之后 我们这位唐太宗的反应是什么呢 上文而误之 就是非常讨厌大家说这个话 为什么讨厌大家说这个话 因为他特别的怕人们把这个事情 跟当年的玄武门事变放在一块去做联想 唐太宗历经图治 算得上是一代英雄之主 但他有生之年 还是怕人们议论他登基的合法性 那么当时的人们是怎样看待唐太宗的呢 敬请关注大唐英雄乱志 非同寻常 林烟格 唐太宗在大唐开国的过程中 立下了赫赫战功 当了皇帝后 又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志 为唐朝的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中国历史上 他是以明君的形象组称 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 他始终有一个绕不过去的情形 那就是玄武门事变中 他杀雄弑地的经纬 这成了他内心挥之不去的梦魇 那么在当时的唐朝 人们是如何看待唐太宗的呢 要咱们说 你唐太宗一代殷主 大家都公认你是个好皇帝 玄武门事变又过去这么多年了 你怎么还没这点自信呢 我告诉大家 唐太宗生前呢 还真的就是欠缺这么份自信 他始终有一个噩梦缠绕着他 就是大家会不会质疑他政权的合法性 因为18年前那一幕 他记载的是一个神话故事 换句话说这是当年的一个地下文学 这件敦煌出土的文书名字叫做什么呢 叫做唐太宗入冥记 他记载说唐朝有一个人叫做崔子玉 这个崔子玉是个不起眼的小官 但是这个人身份很特别 他以生人判民事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呀有一份兼职 而且这兼职啊还是个夜班 他在阴曹地府上班 注意啊 他是活人 但是呢 他在阴曹地府晚上去当判官 就这个意思 专门负责审理这些已经死去的人的这个魂魄 你生前干过哪些事等等等等 结果有一天不知道怎么 小鬼竟然把人家唐太宗李世民的魂魄 给拉到阴曹地府来了 咱们这位崔子玉拿起文书来劈头盖脸 就是一个重磅炸弹 问大唐太宗皇帝 誓武德九年 为甚杀兄弟于前殿 求慈父于后宫 这个问题一抛出来 唐太宗一听话一头汗下来 嘟囔了半天 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崔子玉看到唐太宗如此窘迫 崔子玉赶忙大枪说 皇上您要是回答不出来 我代替您回答 您看行不行 太宗一听好啊 这家伙求是不得的 于是崔子玉高声代替唐太宗 回答了六个字 大圣灭族 安国 什么意思呢 这是把唐太宗比喻作周公 西周的时候周公辅佐周成王 周成王小孩子 周公听政 而周公的兄弟管叔和菜叔不服 举兵叛乱 最后周公毅然决然 率军镇压了叛乱 杀死了自己的兄弟 然后换取了国家的安宁 你想这话回答多好 一下子把唐太宗 这个争权夺利的斗争 抬高到这个层次上 太宗一听 哎呦好 好 不错 不错 最后在崔子玉的运作之下 太宗的魂魄得以返回阳间 继续当他的皇帝 那么您说 一代英主唐太宗 为何在他同时代人的笔下 如此的狼狈呢 为什么有人要对他进行这样的丑化呢 因为太宗在世的时候 人们看到了他的好 但是同时也记着他的恶 而这后面一点正是太宗 所不愿意看到的 那么贞观17年2月份 图画林烟阁 那就是要把李世民集团 描绘成建国的首席功臣 所以您看一看 他图画林烟阁这24个人的身份 和他们的经历 您就能明白这一点 他所确立的这24个人当中 直接参与过玄武门事变的有12个人 在玄武门事变前就通过气 保持中立立场的有三个人 在洛阳执行外围任务 收买豪杰者一个人 虽然没有直接参与玄武门事变 但是属于秦王府旧将的五个人 原本属于太子李建成集团 事变之后被太宗所收服的一个人 这样一算 与玄武门事变有关系的多达22人 只有两个人 一个驸马柴哨 再一个宗室李孝公 与玄武门事变 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 真正的三位建国功臣 反倒没有被列入其中 哪三位呢 就是宇文事集 裴继和刘文静 为什么呢 他们恰好属于三种类型 凡是符合这三种类型的人 唐太宗都没办法 把他们列入到林严格当中去 第一种类型 直接与唐高祖密谋者 比如宇文事集 宇文事集这个人呢 他是隋朝的驸马 早年间就跟李渊 私人关系很好 后来隋阳帝 把整个国家搞得分崩离戏 无烟瘴气 那么宇文事集就曾经 与李渊举行过一番密谈 密谈什么事呢 那就是怎么样推翻隋阳帝 后来李渊真的在太原举兵了 宇文事集来投奔李渊 可是宇文事集没有进入林严格 原因很简单 你密谋是跟高祖李渊密谋 而李世民篡改的史书当中可说的是 密谋举兵是李世民密谋的 你这样子一闹 那不就跟编的这个史书内容不就相背了吗 所以没办法把你列入 第二一种高祖李渊的红人 也不能进入林严格 比如裴激 裴激跟老皇帝李渊关系特别的好 是李渊的左膀右臂 群臣第一 可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 他不能进入林严格 原因很简单 把你列到林严格里头 不就冲淡了人家李世民集团在建国战争当中的作用吗 第三种 唐高祖治罪者 比如刘文静 刘文静按理说是李世民的人 那刘文静为何不能进入林严格 原因在于你是被高祖李渊杀的 那么图画林严格的时候 距离高祖李渊去世也不过八年的功夫 说实话 这一阵就把你画到林严格当中去 那不是博人家已经死去的太上皇的面子吗 这也是唐太宗所不愿意看到的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林严格是唐太宗心目中的功臣榜 而在这个榜单上 长尊无忌为何排在第一位成为功臣之首呢 进行关注大唐英雄传誌 林严第一臣 唐太宗为功臣画像林严格 一方面是追想当年叱咤风云的历史 标榜唐出那段激情岁月 另一方面也是借着画像林严格的机会 抬高李慎民集团在大唐开国中的作用 从而淡化当事人的一种印象 那就是唐太宗李慎民是通过玄武门事变才登上了皇位 唐太宗通过林严格标榜功臣 其实也是为自己证明的一种手段 而在唐太宗之后 唐朝还有四位皇帝 一位功臣画像林严格 那么这些功臣做了什么呢 那么下面咱们再看一下 唐太宗同画林严格的动机 林严格自贞观十七年以后 一百余年的时间里头 再没有什么大的动静 说实话这段时间 唐朝基本上处于一个和平时代 国力在上升 国家比较稳定 结果安史之乱的爆发打破了这一切 整个国家陷入了一片战乱当中 从此大唐朝由盛转衰了 那么在这场战乱过程当中 乱世初英雄 涌现出了一大批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 于是唐太宗把他们画影图形挂到了林严格当中去 这里面包括有当时的皇子 未来的唐德宗李阔 包括有郭子怡 包括有李光碧 包括有普顾怀恩等等 但是与此同时 还有些人进入林严格 就有点让人觉得不是滋味 比方说田成寺 薛松等这些人 这些人有个什么特点 他们当年都是安史的部下 是叛军 结果叛乱被镇压了以后 他们举地投降了唐军 虽然投降了 可是这些人手头还握有军队 握有地盘 你说唐代宗把他们图画林严格 是什么用意 在我看来 更多的不是表彰 而是来笼络他们 搞平衡 这是把这些人画到林严格当中的一个动机 而这些人大家也知道 那后来就是唐朝这个藩镇割据的一个基础 除此之外 还有两个人 耐人寻味 哪两个人呢 成元镇和于朝恩 成元镇和于朝恩呢 身份极为特别 什么特别法呢 这两位是宦官 宦官进入林严格了 大家也知道唐朝后期政治方面的一大弊端 就是宦官专权 咱们现在一说起这个历史上的宦官专权 大家都想到的是啊 这个明朝 对吧 魏忠贤 东厂 西厂 其实我告诉大家 那个宦官最厉害的时代 不是明朝 那是唐朝 唐朝那些宦官 把皇帝整个就控制起来了 在唐后期 杀皇帝 换皇帝 那都是家常便饭 于朝恩 成元镇 两个宦官进入了林严格 足以说明林严格已经开始变味了 他由表彰功臣的场所 变成了一个皇帝 向各方势力进行妥协 进行政治妥协 搞平衡的一个工具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唐德宗图画林严格的动机 唐德宗是一个命运多舛的皇帝 这个人呢 很让人觉得可怜 早年间经历过安史之乱 立有大功 后来呢 当了皇帝 刚开始的时候 雄心万丈 想收服那些 割据的藩镇 结果 这场斗争 以失败而告终 自己一度 甚至被叛军逼迫的 跑出了长安城 逃到了奉田 叛军紧跟着就来了 把这个奉田城围起来 然后日夜猛攻 战况非常的惨烈 德宗可以说是岌岌可危 结果后来 有赖于各方秦王之师的援助 最终才得以化险为夷 那么德宗脱险之后 德宗感慨良多 有一次他路过林严格的时候 触发了自己的感情 他这样说 我行西宫 沾红阁重构 见老臣一相 勇然肃然何敬再次 我路过林严格 看见阁楼非常的高大威武 同时也看到这些老臣的遗像 我心里非常的感慨 肃然起敬 紧跟着他又说 独网撕金 取类非远 且功与实并才为诞生 苟运其才 日期时 君主必人何在不有 江山再有才人出 我这个年代也不是没有功臣 我也想学前人 于是他也把自己的这批功臣 画影图形挂到林严格当中去 包括李盛 马隋 等这些人 这些人有个统一的称号 叫做奉天定难功臣 下面咱们再说一下唐宣宗 唐宣宗这个皇帝可有意思了 这人比较有意思 怎么个有意思法呢 这个人统治期间国家比较稳定 他的统治也比较清明 人们给他送了个外号叫做小太宗 他图画林严格很有意思 他不是说光图画他那个时代的人 他是把本国建国以来的历史 做了一个总结与回顾 然后呢 他图画林严格的这些功臣的特点是什么呢 时间跨度大 人数多 有些以前没有进入林严格的人 在他手下进入了最后一位图画林严格的 是唐朝的昭宗皇帝 昭宗这位皇帝 我只能用俩字来形容 窝囊 那个时候唐朝的皇帝 皇室已经没什么权威可言了 政权是风雨飘摇 这已经是唐末期了 我们这位昭宗曾经历险 怎么个历险法呢 有一个宦官叫刘继树 这个家伙发动了政变 把昭宗给囚禁起来 然后逼着他善位于自己的太子 后来仰赖于神策军的将领 发动了突袭 杀死了刘继树 这才挽救了我们这位昭宗皇帝 这些挽救昭宗皇帝的人 昭宗对他们非常的感激 于是把他们画影图形挂到林严格当中去 你说这些人对国家有什么大功吗 能跟当年的李靖李基 黄宗玲这些人比吗 当然比不了 他们就是给皇帝当立把保镖 这就进入林严格了 足以证明林严格身上此时折射出来的 再也不是圣唐时期的辉弘气象 而是一个政权的战战兢兢 从今天开始我要带领大家走进林严格 咱们去看一看大唐三百年的历史 下一讲咱们从长孙无忌入手 咱们重点分析一下 长孙无忌为何是林严格所谓第一功臣 与此同时咱们看一看他的荣耀和他的败亡